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1985年开始学习剪纸 至今有30多年了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剪纸艺术 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 往往通过谐音 象征 寓意等手法 提炼和概括自然形态 构成美丽的图案 在视觉上给人以通透的感觉和艺术享受 剪纸的工具和材料简单 只需要一把剪刀和几张纸片 心灵手巧的艺术家们 就能创造出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 这种历史悠久且精妙的记忆传承 在世界艺术范畴内亦是无与伦比 堪称一绝 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名速文化 是民间传统艺术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具有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不仅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剪纸都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中 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所表现的形式和特点 体现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 体现了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的地方、环境、背景 使剪纸产生了北方粗广、南方秀丽的地域特点 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地区 是剪纸流行最早的区域之一 早在隋唐时期 人们就已经开始把剪纸作为一种乐趣 来点缀和美化生活 如历春之日 民间有剪纸为花迎接春天的习俗 或玄于家人之手或坠于花下 相观以为乐 除此之外 剪纸还具有特殊的用途 如民间有剪纸人、纸马、纸钱 用于祭祀鬼神 是民情分俗的反应 到了唐宋时期 新盛的造纸业为剪纸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更加促进了剪纸艺术的蓬勃发展 至于明清时期 由于江淮延业的发展 带来城市的繁荣和生活的富足 人们所处居室之内 大智门帘、障岩、背符枕套、小智、静符香囊、 铸帕、笔带都以绣花为美 至于结婚、做寿、年节喜庆 所用的绣品、花样更加繁多 而这些绣品呢 都是以剪纸为底样 剪纸艺人用一把剪刀、几张素纸 凭着心灵手巧就能剪出生动活泼 寓意吉祥的各式花样 因而江南有很多以剪纸为生的 民间艺人 也使得江南剪纸 其传承经久不衰 江南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地方 其雅致、田径、内秀的人文气息 赋予了剪纸艺人特有的灵气和秀气 亦形成了江南剪纸 优美、清秀、细致、玲珑的艺术特色 江南剪纸的题材 因地域的特点 多奇花异草、鸟兽鱼虫 在刀法上读具高超技艺 如握刀要正、下刀要顺 开篇要延、行刀要匀 江南剪纸讲究的是刀法流利公正 线条、舒展、圆润 图案分满均衡、点滑、秀美、匀秤 破功精细严谨 配景寓意传情 具有韵律感、节奏感和浓厚的装饰趣味 剪纸艺术来源于生活 是展现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更是几千年来历史积淀的珍贵财富 海上宜运、飞移课堂 是我们虹口区飞移的品牌项目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 让大家来体验和感受 剪纸的魅力 希望大家能跟着我的教学和示范 来学习剪纸的技法和规律 并一探剪纸的奥秘 真心希望大家喜欢剪纸 并向更多喜欢剪纸、喜欢飞移的人宣传和发扬 使飞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就来现场表演一下剪纸 今年适逢猪年 我们就来解一只生肖猪吧 猪很有福气肥肥胖胖的 这就是纸 纸上是没有画样子的 我们开始 老师一边剪呢 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 还要动脑筋思考 剪纸的时候 老师的哪只手动得比较多 是拿指的手要转动起来 好一只小猪的外型已经剪好了 然后我们要来剪当中的细节 现在剪的是小猪的鼻孔 鼻子部分的皱纹 然后我们要从耳朵的位置剪出眼睛 小猪非常的胖 所以脸上的肉捶下来了 我们要在小猪的身上剪一朵花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剪刀的尖 在它的身上轻轻的戳一个洞 然后搂一个圆 圆形搂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在圆形的周围剪一些半圆形 非常均匀的剪几个花瓣 这就是转运花了 我们的小猪剪好了 大家喜欢我剪的小猪剪纸吗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 虹口区文化馆推出的剪纸目课 我将带领大家 有剪入繁 有浅入深的深入学习剪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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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